这个女人正代替妹妹嫁给死人 她的父亲宠妾灭妻 为了荣华富贵 将她作为祭品献了出去 她原以为自己只能在一间废弃宅院度过余生 可谁知 半夜鬼夫降临 京城繁华的街道走来两行人 一行人是挂着红灯笼送亲的队伍 一行人挂着写着电子的白色大灯笼 一红一白让人觉得稀奇也觉得诡异 街道两边的人都伸长脖子 想要看看这难得一见的场景 今日是名府两位小姐出嫁的好日子 可惜一个坐着八人大叫嫁给当朝威武大将军 一个躺在棺材里嫁给死人 这样的落差 让不少人议论纷纷 怎么新娘子变成了宁儿小姐 你不知道吗 宁大小姐宁墨浅灵跟断了 变成了废物 被她爹献祭扇什么 宁大小姐也太惨了 宁墨浅躺在棺材里 漂亮的双眼看着烟漆漆的棺材俩 眼里满是绝望 想起了宠妾灭漆的爹爹 为了让她代替妹妹明婚 一巴掌打得她吐血倒地 还有心狠手辣的妹妹 居然倒拿着烧着的蜡烛 让辣叶滴到她脸上 生生被毁了容 她最后还是答应下来 只希望病重的母亲 能得到好的救治 能好好地活下去 一行人抬着棺材 到了一处废弃的屋院 阴森森地 还偶然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 众人然后将棺材放了下来 只听到两个人说 到地方了 咱们赶紧走 另一个表示 这地方看起来好闲门 宁墨浅之局 一阵寒气冰冷刺骨 冷 好冷 刚才昏睡的宁墨浅 被动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 一块大石头上 醒了 呼听着一个带有 雌性的男人的声音传来 吓了她一听 她没想到身旁 竟有个鬼影正盯着她 她拼命地摇摇头 难道是幻听吗 这是一个声音从耳边传来 断了铃根 又毁了容 女人你到底遭遇了什么 宁墨浅直下的汗如雨下 无法呼吸 森在了原地 这时一只手俯上了她的脸颊 虽然丑了点 但既已送来 那本尊就勉强收了 宁墨浅眼中惊恐中透着疑惑 这个男人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正在这时男人就要上手 开始扒他的衣服 夫人 我们就请吧 宁墨浅诧意地问 谁 谁是你夫人 这个男人绝对不是她的夫君 肯定是那个灯徒子 一路跟在她的花椒后面伺机而动 他一把将男人推开 大骂道 你个灯徒子 滚开 男人霸气的脸上疑惑不已 灯徒子 明明是宁甫家主亲自你的寄贴 要送女儿与她为妻的 以此来保佑她百年富贵荣华的 怎么自己却成了灯徒子 这个男人冰冷的不带一丝血色 难道这个人就是传闻中的山神 宁墨浅净是她爹爹手中的一颗棋子 为了荣华富贵将她陷进了 嫁给了死人 难道这就是爹爹说的物尽其用吗 又我求神佑 又妹妹求世俗权贵 宁甫的是闹得满城风雨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面前的男人肯定是个灯徒子 把她当作了奴隶 宁墨浅正想着出神 男人大手扶上了她的肩头 花竹之印 夫人在想什么呢 这男人动作好快 无声无息地就过来了 但这浑身透着一股冷气 让人不寒而栗 男人轻抬起她的下巴 与人慌忙用手打开男人 让那男人滚开别碰她 男人眼神凌厉 夫人 你不乖可是要受惩罚的 宁墨浅不仅大惊 夫人难道她真是山神 然后男人给她来了个措手不及 冰凉的舌头竟然挺了下 她温热的唇瓣 男人一下向她扑倒在一侧 色眯眯地盯着她 女人心里一阵慌乱 羞红了小脸 马上意识到要干什么了 然后疑惑地问男人 不是要 男人微微一冷 透过月色腹肌若隐落线 她故意问宁墨浅 是不是在邀请她 宁墨浅害羞的连忙表示 并不是那意思 话音未落 冰凉的薄唇贴上了 她温热的唇瓣 无论她怎么挣扎都逃脱不掉 这一吻激烈缠绵 不要 求求你 宁墨浅强忍着害怕的情绪 哀求着 泪水已湿了眼眶 男人倾抚着她的脸颊 清冷飘渺的声音 撞击着她的内心深处 不带任何情感到 别哭 你既是我的人 我自会哭你周全 给你想要的一切 清冷的月光倾洒进来 照射在交叠的身影上 宁墨浅只是知道 对方全身冰冷 冷得不向人 即便对方极致的温柔 她也感受不到一丝人气 等她醒过来的时候 居然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 不由得一惊 难道说她一直都是睡在棺材里的 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她动了动身子 浑身酸疼无力根本就使不上镜 就像被车拧过一般 不行 我要想办法出去 我走了我娘绝对勋多吉少 双手用力地想要将棺材袋打开 但是怎么推都推不动 她碰碰碰用力地拍打着 这时有两个男子正向这边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叫方子温的像是听到了什么 另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叫方炕 她提醒道 深山老林里的棺材 怕是钉了不好的东西 不理为妙 确实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 四周都透着诡异的气息 令人毛骨锁 宁墨浅和山神缠绵 然后昏睡了过去 她醒来后却躺在棺材里 她想着不能这样死了 还要救重病的娘 于是用力地拍打着棺材板 被走来的方子温听到了 她虽然觉得很诡异 但还是想去一探究竟 同伴方康表示自己是来找东西的 要去的话让方子温自己一人去 宁墨浅听到外边的说话声 想叫出声但又怕是坏人 她只觉得胸口发闷 快喘不过气来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有拼命地拍打着棺材板 她不能这样认输 直到用尽身上最后一点力气也要离开 就算变成鬼 也要从这个地方爬出去 只听见砰的一声 整个棺材该被弹到半空中 由于那股力量的冲击 两个少年猝不及防地 用手挡着头 人也早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过前正是从棺材里缓缓坐起了身 头是也不见了 劈头散发的 俨然就像个红银女鬼 两个少年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早下的魂不附体 尸声尖叫着 有鬼 方子温被吓得一把抱住了方康 大叫着 有鬼啊 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方康定了定神 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个女人呼吸急促 身形狼狈 肯定不是鬼 眼上的伤口似是被炎兽的唾液所伤 这股力量难道我的灵根又好了 心里不禁沾沾自喜 呵 看来这次跌跌是算了 然后她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下自己的身体 惊奇地发现手腕上的手工纱竟然不见了 她想起了那个难于奇耻的梦 顿时小脸一红 难道那个梦是真的 但不管怎样自己还活着 她正想着出神 这是一个声音传来 在下方康 不知姑娘是否需要帮忙 命末浅被吓得赶紧缩了缩身子 这时方康继续说道 姑娘莫慌 在下与兄弟是为了炎兽内担而来 在这深山老林见姑娘一人 想必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若姑娘不嫌弃 在下可带姑娘离开 方康看她被炎兽所伤 附近定有炎兽出没 而方康要找的就是炎兽 命末浅想着不管这人是什么目的 先离开这个嘴地方再说 方康让白子渊快点跟着一起走 趁天黑之前离开 白子渊却不愿意走 因为任务没有完成 林子中偶然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 阴森森的 方康和宁墨浅在前面走着 白子渊又胆小如鼠 大叫着让他们等等 她在心里直犯低估 这来路不明的女人这么重 兄弟居然也吓得去手 白子渊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回头一看竟是一个身形巨大 牙齿尖利 浑身赤红的怪兽 这个身形巨大的怪物就是炎兽吗 方子渊早被吓得魂不附体 大声呼喊着救命啊 方康你快回来 这家伙就是你要找的炎兽 方康一棱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半信半疑地回头望去 巨型怪兽正张地血盆大搞 向方子渊追了过来 方子渊使出吃奶的力气狂奔逃命 无助地喊着救命 方康看着眼前的宠然大悟 汗如雨下 这是那个姑娘遇到的炎兽吗 这也太离谱了吧 方子渊一看方康棱在原地 没有任何反应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方康 还棱着干嘛 干他呀 方康也没有多大把握 对付这么个庞然大悟 但又不能见死不救 于是故作镇定 区区炎兽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方康开始运转灵气 他还让宁墨浅占原点 这炎兽修为不低 怕被伤到 然后他运转一股黄色灵气 对怪物发起了攻击 宁墨浅一看 不免担心起来 黄色灵气 才是炼气漆 对付这只炎兽最少也得融合漆 正如宁墨前所想 怪兽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纹丝不动 严寿忽然张开血盆大口 长满道似的尾巴 向方康猛扫了过去 只听得砰的一声 方康口吐鲜逊 被甩飞树丈远 方子渊绝望地看着这一切 看来方康是凶多吉少了 严寿这时向宁墨浅扑了过来 宁墨浅现在也只是玄兆七 根本打不过 难道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 方子渊在一旁 看着这危险的荧幕 心提到了嗓子眼 提醒道 完了 宁墨浅忽然全身无法动弹 像有什么东西 正在侵入他的身体和灵魂 忽然他眼睛很利 像是变了一个人 浑身上下散发着 强大的王者气息 只见他手里凝聚出 一团蓝色光球 静止向怪物推飞了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 四电闪雷鸣 天地都未知一阵 怪兽正被蓝色火苗吞噬着 方子渊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声音有些结结巴巴 得救了 姑娘你太厉害了 然后宁墨浅脚步轻移 走到怪兽的面前 这时怪兽已经被烧得 留下了一颗内丹 宁墨浅稍稍伸手 内丹就到了他手中 方子渊抱着 奄奄一息的方康 痛苦不已 方康 你快醒醒啊 这么大的岩兽 啥都不剩了 这时宁墨浅提醒道 想一起死的话 就尽管碰他 原来融合期的岩兽 不仅具有很强的腐蚀性 尾巴还带有毒液 被尾巴击中的人 不死也要丢掉半条命 一个恋气气的小子 没当场死亡 已很幸运了 宁墨浅被山神上身 并剿灭了巨型岩兽 最后得到了一颗岩兽内丹 然后山神转身来到方康身边 看着昏死过去的方康 方康的脸色比之前还要清黑 嘴唇都已经污渍 似乎中毒颇深 白子渊看见方康的样子 忍不住睁大双眼 不会是死了吧 虽然岩兽自身携带剧毒 但他的内丹是可以解百毒的 山神将内丹给方康服下 白子渊惊奇地发现 方康脸色好了很多 脸上的青子越来越淡 山神说道 他已经没事了 白子渊看着面前灵魂 是山神的匿摩浅 眼里充满了爱慕之情 不知小姐尊姓大名 您简直太厉害了 在下对您的崇拜 简直宛如滔滔江水延绵补 还没等他说完 山神冷冷地道 要不是看他不顾安慰 护着本尊夫人 本尊才不会管他的死活 方康一听这话有些奇怪 一时反应不过来 一脸懵逼 不过自称本尊什么的 都是很厉害的人的自称 看来此人身份非凡 虽然脸上有块疤 但仔细看到也挺耐看的 山神发觉白子渊 看他媳妇的眼色不对 心里十分不爽 怒怒言真 就要教训白子渊 你眼睛不要了吧 白子渊被吓得差点尿裤子 连声赔礼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山神细长的手指 轻抚着宁墨浅的长发 看来这张脸哪怕是被毁成这样 依旧还是免不得吸引人 这样会让微妇不放心啊 然后山神转头看着白子渊 冷冷地叫了一声白子渊 这一声直下的白子渊 寒毛都竖起来了 连声答道 哎 再再再 山神继续说道 帮我好好照顾他 如果你敢对他不轨 我定叫你死无全尸 白子渊只觉得 面前的人说话奇奇怪怪的 他还以为是要他照顾好方康呢 难道眼前的女人 是看上方康吗 然后宁墨浅倒在地上 就不省人事了 白子渊看着面前的女子 不禁感叹道 还关心别人自己都晕倒了 应该是照顾好你自己吧 画面来到白府 宁墨浅正躺在一张床上 然后缓慢地睁开沉重的双眸 一道亮光让她的眼睛不太适应 她坐起身来 摇了摇头 这是什么地方 难道我又做梦了吗 忽然一阵少女的声音传来 姑娘你醒了 此时房门被人推开 进来了一个穿着红色衣裙的少女 少女见宁墨浅醒了 赶紧上前问道 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给你请郎中来瞧瞧 宁墨浅挤出一丝笑容 他不擅长和太热情的人打交道 不 不用了 这里是少女微笑的打倒 这里是白府 这个男人中了严寿的剧毒 差点死了 幸好山神附身宁墨浅 将严寿内丹给他解毒 这些是宁墨浅本人是毫无知觉的 丫鬟微笑着说道 姑娘救了少爷跟方公子 是少爷的恩人 奴婢是来伺候姑娘的 宁墨浅有些诧异 他记得白子渊是他遇到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他好像没做什么事 怎么就成了他们的救命恩人 他感觉头还有些疼痛 难道是自己忘记了什么 刚才的少女名叫白灵 他推开屏风 水温已经调好 姑娘请沐浴更衣吧 宁墨浅来到牧桶前 正清解罗山 白灵询问道 不知姑娘如何成功 宁墨浅苦涩一笑 叫我浅浅就好 京城宁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宁府两位千金同日出嫁 更是轰动全国 恐怕说出姓名会忍来不必要的麻烦 宁墨浅想着居然已经被宁家抛弃 宁家过往种种 所有恩情 皆一刀两断 余下的只有恨 沐浴后换上水蓝色长裙 尺寸正好 妙慢身躯顿时尽显无疑 然后漫步走到白府的一处庭院中 他转头发现正有人定定地看着他 公子为何这样看我 来源竟是白紫渊 看着恶魔身姿的宁墨浅 一时入了迷 白紫渊脸上的通红 怕宁墨浅误会 连连白手解释道 白某唐突了 然后抱歉地拱手坐着衣 只是看姑娘气色好了很多 不免多看了两眼 望姑娘莫怪 宁墨浅并没有责怪她的意思 白紫渊又继续说道 我来是要告诉姑娘 饭菜已备好 姑娘请来用饭 宁墨浅让白紫渊以后就叫她浅浅就可以了 不愧快两人就在饭厅用餐 白紫渊正给浅浅加着菜 宁墨浅将心里的疑问说了出 听小林说 是我救了你和你的朋友 白紫渊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不会吧 难道你都不记得了 宁墨浅被问得一头雾水 她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白紫渊娓娓道来 内颜兽体型巨大无比 方康打得差点咽了气 还担心你会被内颜兽一脚踩死 没想到你仅凭一人之力就将内颜兽给打败了 就连方康也是多亏了你 捡了一条命 宁墨浅像听书样 一点印象都没有 白紫渊让她先吃饭 然后带她到处逛逛 过了一会 白紫渊带着宁墨浅在后花园闲逛 院子不大 却是种满了不少品种的花 随风挑来一阵浓烈的花响 香味引起了她的注意 很快就发现花谷中有一株奇异的花 花是蓝色的 花瓣边缘如齿轮正的白色 脸处看去如同牙齿一般 从深蓝色的花心处散发着淡淡的气流 气流被风吹散 空中的香味更加浓烈 这到底是什么话 谁能想到宁墨浅因婚居然已过去三个月 在宁墨浅看来仿似昨日发生的事 宁墨浅在花园散步 发现一株十分诡异的花 那花竟然透出一股蓝色气流 宁墨浅回头看着白紫渊响声问道 这花叫什么 白紫渊还真不知道 原来这花都市白紫渊的娘亲生田种下 宁墨浅觉得这花十分诡异和奇特 而且香味太过浓烈 让人有些作呕 白紫渊随后领着宁墨浅在街头闲逛 然后来到了一处画坊前 方康正等候多时 在下方康 并感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宁墨浅一脸愕然 这是几人拉起了家长 说来 前段时间京城大户宁府 两位千金同时出嫁 十里红装气派的没话说 浅浅知道这是什么 宁墨浅只听得心里发虚 脸上冒汗 前段日子难道是过去很久了 然后方康告诉他 已经过去三个月 宁墨浅也里满是惊讶 两只小手抓紧一群 为何我的记忆却是昨天才发生的事 竟然过去三个月了 然后方康继续说道 这宁府的大小姐好可惜的 据说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零根断了 本该去将军府享福 却落得个献祭山神的下场 可能现在死的渣都不剩了 白子渊露出邪魅一笑 还有一事你肯定不知道 这宁二小姐嫁去将军府 还没来得及拜堂 将军就去边关守城去了 二小姐当晚哭得死去活来 新婚之夜就独守空归 不哭才怪了 这时宁墨浅注意到方康脸色发黑 便询问他是不是病了 是否觉得胸口发闷 腹部甚至还会出现间歇性的刺痛 方康一听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紧张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因为正如宁墨浅所说 现在方康的身体就是这样的 宁墨浅为他把了把来 那是因为你体内还残存着严寿的余毒 方康不免担心不已 那这些余毒对我的身体伤害大吗 如果不清楚 方康就只有十天的寿命 宁墨浅也奇怪着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 怎么会知道严寿 还知道他体内有瘀 方康猛的一下吓傻了 赶忙抓住宁墨浅的小手 浅浅 你那么厉害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宁墨浅脸红的连忙缩回手 然后一把抓住方康手臂 让他别动 瞬间一股蓝色灵力直透进方康体内 宁墨浅觉得奇怪 明明自己的灵灯断了 为何还会有灵力 灵力正在将方康体内毒气驱散出去 还有一部分居然被灵力给吸收了 宁墨浅不由得愣住了 他竟然真的可以驱走方康身上的余毒 心里不再有任何疑问 他只想救人 这个男人只有不到十天的寿命 宁墨浅为了救人 施展灵力帮方康清除了身上的余毒 此时方康的脸色也好了几分 宁墨浅这时知觉浑身已虚脱无力 白紫渊关心地问方康怎么样了 方康惊喜地发现身体轻松了许多 胸口也不发嫩了 宁墨浅表示 方康体内的毒液全部清除 过几天就没事了 宁墨浅的灵力居然升到了出窍期 他感觉这灵力根本就不是自己的 而自己本只是个出窍的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仿佛冥婚之后 他就走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方康知觉眼前的女子 讽刺神一般的存在 三个人正准备离开画坊 这时丫鬟向这边跑过来 不好啊 少爷 说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方康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家里的老爷和一太太吵起来了 方康瞪大了双眸 在他印象中爹和姨娘很好啊 怎么会吵起来呢 丫鬟见人太多了 不好开口 然后向方康使了个眼色 拉起方康就向家跑去 从丫鬟口中得知 方康的爹带了个狐狸惊回来 说是要那位三房 二夫人不同意就吵起来了 然后还被打了 方康的爹还要休了他 二夫人难过得要去投紧 画面来到白府 白老爷正搂着一个妖艳的女子 看似十分亲密 只见那个女人娇滴滴地说道 老爷 您说过白府的房子都随我挑 人家觉得东乡房不错 白老爷笑呵呵地表示都一塌 白子渊不仅大怒 因为那房子是他娘生前住的 二姨娘都从来不敢逾越半度 而这狐狸惊一来就无法无天了 白老爷现在被这狐狸惊离了心智 哪会在意白子渊的想法 只要给狐狸惊住 白子渊不可置信地看着父亲 仿佛不认识这爹了 父亲都没找过女人 而二姨娘也是母亲生前的丫鬟收的房 那妖精撒娇道 老爷 咱们走吧 这里好怕怕 白子渊一把拦住球 指责他的爹背信弃义 因为他的爹曾经在他娘病逝前发过誓 会一直对二娘好的 再不娶妻的 而现在老头子却完全变了一副嘴脸 白老爷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白子渊打过去 宁墨浅看着眼前的一幕 这是别人的家世 还是不理为好吧 这时他忽然看到狐狸镜头上带着一朵花 和庭院中的漆花很相似 顿感这个女人不太对劲 绿七瘦一下向白子渊扑了过来 宁墨浅一下挡在了白子渊身前 宁七瘦的力招猛抓了过来 宁墨浅顿时受伤倒立 连身后的白子渊都被震飞 白子渊痛苦地捂着胸口 跪在地上 半天起不来 宁墨浅眼神狠立地看着绿七瘦 绿七瘦面目猙獰 你居然敢破坏我的计划 我要你不得好死 宁墨浅来不及躲闪 绿七瘦的魔爪又向他扑了过来 两个爪子立马抓住了宁墨浅 猴吐长舌 吃了你 我的灵力一个可以增长数倍 只见绿七瘦的舌头就伸了过去 宁墨浅此时已奄奄一息 浅浅 绿七瘦回头看向白子渊 这就绝望了 我还没玩够呢 绿七瘦向白子渊缓缓靠近 白子渊早下的魂不附体 你别过来 绿七瘦离白子渊越来越近 危险马上就要来临 这怕恐怕凶多吉少了 绿七瘦吐着长舌 伸出力爪向白子渊扑了过来 绿七瘦正要向白子渊下口 这时宁墨浅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 一下抓住了绿七瘦 将绿七瘦提到了半空中 白子渊捂着胸口 艰难地爬了起来 心里满是惊喜 浅浅 原来你还没死 宁墨浅这时仿佛变了一个样 眼里满是杀气 绿七瘦询问道 你到底是谁 宁墨浅轻蔑一笑 你不配知道本作的名字 刷的一下 绿七瘦此时已身手益处 白子渊还没见过如此强悍的女人 双目原睁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宁墨浅说道 感动我的人 找死 然后对白子渊说道 本作要沐浴 白子渊连连允诺 宁墨浅在木桶里抛着枣 一会竟趴在木桶上昏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发现天都快要黑了 然后他摸摸自己脖梗 竟然光滑如初 没有伤口 难道自己脖梗受伤也只是个幻觉吗 或者是梦 他也想不明白 然后随手抓起衣服穿了起来 一脚差点踩到地上带血的衣服 他捡起地上的衣服 仔细看了看 那不是他之前穿的吗 这些衣服足以证明那些不是幻觉 也不是梦 为什么会这样 我是怎么回到房间呢 为什么自从棺材爬起来后 就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得去找白子渊父子问得清楚 呼呼 一阵阴风袭来 头发和衣服都吹得飞了起来 然后感觉似乎有人在他身边 到底是谁呢 这个男人悄无声息地来到女人的身边 一把将女人搂在了怀里 并莫前想一把推开面前的男人 但是怎么都推不动 这人到底是谁 虽然看不清他的样子 却能碰到他的身体 他刚才能够确定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能够无声息地进入房间 不是爵士高手就是狗 而且这人的胸膛 虹无有力宽厚 但是为什么却这么冰凉了 耳边传来一阵低沉的轻笑 声音如玉珠落盘 如泉水小溪般好听 夫人这么快就把为夫忘了 没能让你记住 密漠浅心里不油的一惊 小脸一红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不不 说不定现在也是在做梦 然后他猛掐了自己的脸一下 生疼 男人一把拉住他的手 你记忆嫁给了我 便是我的妻 我不许你伤害自己 密漠浅瘾或不已 难道他是宗身上的山神 不不不 这不可能 世上根本没有神鬼一说 我一定是在做梦 当手触碰到对方结实的胸膛的时候 他不由得惊住了 冰凉的体温下没有心跳 他不是人 然后他还想着要先把这不人不鬼的家伙处理了 想用灵力对会这家伙 但是却怎么都用不了 男人忍不住轻声一笑 然后将宁墨浅腾空暴了起来 夫人还真是天真的可爱 那灵力是我给你的 竟然还想运用灵力对付为夫 男人露出邪魅的笑容 将他放到床上 令他惊恐不已 然后男人向他靠近了过来 随后男人直接贴贴了上去 过了一会男人双手捧着他的头 相信我 你要的我都能给你 你的仇 我也会帮你报 他不知道他是人事鬼 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就是他的丈夫 事已至此 已经不想去多想什么 毕竟他已经没有家了 对于这个人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丝丝的依赖感 或许在他心里 这是他唯一的依靠了吧 女人和山神缠绵不知道过了多久 对方才肯放过他 将他抱在胸前 浅浅 你是我的妻 抛弃宁性 随我的姓氏 声音透着不容置疑的霸道 更名为叶浅 宁墨浅冷了一下 虽然对方有些霸道强势 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种暖意 很想哭 但是他已经哭不出来了 这个男人总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出现 他心里还是很感激 谢谢你 声音有些哽咽 看不见对方的脸 只感觉对方抱着自己身子的手臂微微用力 就一句谢谢 宁墨浅答道 那你想怎样 男人亲吻着他的秀法 为父想对你为所欲为 月光倾泻尽一丝亮光 两人的身影若隐若现 不知过了多久 宁墨浅才缓过身来 这下真的是被吃干抹尽了 男人坐起身正在穿衣服 今天发生的事情只是个开始 家定阵不出五日就是一座死城 宁墨浅被惊得坐起身来 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这是男人说道 先前你所看见的那朵兰花 叫无名花 是绿七兽用来传播信息的工具 那种花是绿七兽用唾液浇灌出来的 其香味能够作为他们沟通交流的桥梁 绿七兽还是有仇必报的妖兽之一 妖兽不管什么都是群体规模 而你杀死了一只绿七兽 无疑就是在跟成千上万的绿七兽为敌 所以你懂了吗 宁墨浅痛苦地低下头 竟是我害得大家要遭逢劫难吗 男人爱怜地倾覆着他的头 有为夫在 不用怕 宁墨浅诧异地问 那我要怎么做才能救大家呢 男人邪魅一笑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说完男人又向他靠近了过去 宁墨浅顿时被吓住了 苦苦地哀求着 呜 不要了 求求你 这一次对方没有因为他的哀求和哽咽放过他 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他 隔日 丫鬟白铃端着一盆水来到他房门前 敲了敲门 叫了深浅浅姐 里面还是死记一片 他犹豫了半想 小心翼翼地边推门边说 都日上三干了 该起 一句话还没说完 房间里凌乱不堪 他不由地红了红脸 心不由地一惊 赶紧上田 房上的小女人睡得正香甜 暴露在空气外的肌肤上 到处都是青一块子一块的痕迹 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心里暗叫不好 这怎么回事 小丫头想当媒婆 她怀疑昨夜少爷到浅浅姐房里来过 浅浅姐是少爷的救命恩人 昨天也救了大家 年龄上也合适 两人情投意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白凌的推理绝对不会有错 一抹浅醒了过来 有点不好意思 让白凌帮她把衣服拿过来 丫鬟笑着说 浅浅姐不用这么客气 你日后就是我们的少夫人了 一抹浅一脸茫然 不知道她说的什么 然后白凌扶着一抹浅来到了花园中 浅浅姐 早晨来后花园转转对身体好了 这时白老爷和白紫渊也正在花园中 白凌想着正好撮合他们两个 小丫头机灵地叫着白紫渊 少爷 浅浅姐 身子不适 你过来搀扶一下 白紫渊走了过来 白凌一把拉过丁墨浅的手交给白紫渊 白紫渊担心地问道 是不是昨天受伤了 丁墨浅害羞的小脸一红 必定男女受受不清啊 白紫渊想请个大夫来帮丁墨浅看看 丁墨浅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白公子只是关心自己 而且性情很坦率的 他连忙表示自己没什么事 白凌过去问白老爷觉得浅姑娘如何 白老爷微微点点头 眼里满是笑意 不骄不躁 心地善良 并且功夫很好 我瞧着那是甚好 白凌开心地笑个不停 他这没做定了呀 白紫渊听得怎么好像要给他说媳妇 不仅心里一惊 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然后对丁墨浅说 对了 你过来看看 然后来到花坛边 原来盛开得非常好的汽花 竟然变成了干花 白紫渊眼里满是疑惑 我一直都觉得这花有些诡异 自从昨天你把那绿七兽打败之后 这个花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丁墨浅伸手想要摸下干枯的花板 指尖刚刚触碰 枯萎的花瞬间化作粉末落在花坛里 白紫渊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丁墨浅好像明白了什么 难道所有怪事都是这朵花搞出来的 花消失了应该就没了麻烦事了 白老爷看着两人的背影 感觉这两人是越看越般配了 白凌压地声音道 老爷 其实昨晚他们两人偷偷约会过 白老爷听见这话不由的皱皱眉头 很快又松开 这个儿媳妇她还是很满意的 然后命令小丫鬟去请二夫人过来 小丫鬟一路小跑着把二夫人请了过来 小丫鬟告诉二夫人 少爷对这个姑娘非常伤心 二夫人想着紫渊也不想了 居然遇到众女的 那就早点把这心事定下来 白紫渊看到二夫人过来了 连忙打着招 二夫人表示是来看未来儿媳妇的 白紫渊和宁墨浅听后一脸猛逼 白紫渊眨眨眼 不明白对方到底在说些什么 有点生气道 你们帮我许了亲事了 我说过了 我想自己找心意的 白老爷一巴掌甩过去 你个傻儿子 都已经对浅浅做出那样的事了 还在嘴硬 白紫渊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爹 你胡说什么 宁墨浅也羞红了脸 原来大家误会了他们 白老爷拉着儿子 二夫人拉着宁墨浅都在一旁 做起了思想工作 宁墨浅不好意思的说 那个 白夫人 我觉得这其中是不是 一句话还没说完 宁墨浅像变了一个人 一把将二夫人推了出去